Hello大家好我是阿瓜 我现在呢已经进组差不多20多天了 现在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次我都带了什么好东西 其实我最近呢又开始贴男身贴纸了 还买了一些做指甲的这种小贴纸的 贴好多 因为平时又不敢纹身嘛 所以就会贴一些这些小东西在身上觉得很可爱 也可以搭配自己的一些穿搭 还有美上女战似的 可爱吧 还有椰子树和孔冬 然后我最近还发现一个我觉得挺可怕的问题 就是有的时候半夜睡醒呢 发现我自己的嘴巴是张着的 所以我就继续买了把嘴巴封起来的那种胶带 可能有的宝贝不知道口呼吸会怎么样 口呼吸呢在长时间的作用下 下巴会往后缩 下额线呢也会不清楚 严重的是会觉得下巴跟脖子有一点就是连在一起了的感觉 那如果有口呼吸的问题可以买的这个胶带 让吃对嘴巴上睡一夜就不可以口呼吸了 还有就是我最近接到的特别特别好的礼物 哎呀 就是华伦天宇送给我的一大串口风 真的很重很大一个 首先我一定要好好夸一下它 因为它真的真的非常好看 而且非常有仪式感 我觉得男孩子送女生礼物的时候 这个简直就是绝佳的好东西 把它打开吧 这也太有仪式感了吧 这里有1 2 3 4 还有个仪式感觉 这是很正宗的那种复古红 你看这个呢 这个有一点点梅子色 啊这好好看哦 这样你干男朋友送给女朋友的话 感觉是太浪漫了 然后呢又要讲到睡眠的问题啦 首先我是一定会有一个这个小香薰灯的 它有一点点加湿功能 可以往里面放安神的精油 用的都是薰衣草味的嘛 睡得比较舒服 还有这个 这个枕头是我从家里带来剧补的 它是那个女王枕 里面是螺融填充的 特别蓬松螺润 回弹也非常好 睡起来颈椎特别舒服 我呢是疏纱会比较任床 所以我就把这一整套的床品 全部都带来了 它的床单也是非常舒服的 整体设计呢是非常有质感的 女生的睡眠是非常重要的 平时工作不忙的话 就不要用贵的护肤品 熬大夜 真的要对睡眠关注起来咯 好了 你们也早点睡吧 晚安